复发帮缠门诊,张叔叔最近一个月的精力颇为坎坷,自从去家门口的小针索巴纳克兰,就莫名其妙地持续滴烧了一个月,做了各种克拉,血尿变化液,没有一样能收出个发烧的所以然。 一周之前,居然走路也不稳了,到一开头克拉,居然出现了小脑梗死,肚子也疼了起来,这回复布克拉高度怀一批梗死,张叔叔的主管医生,一见就频繁出现的情况,果断地说,做个心脏踩抄吧。 果不其然,心脏踩抄显示,二肩半前夜脱锤,后夜坠生物,大小约11.4毫米星4.7毫米,原来,凶手镜潜伏在心脏上,心脏也会被感染,半膜上的细菌团张叔叔这种情况,叫做亚体性感染性心内膜炎,通俗讲,就是细菌等病原体,在心脏的半膜上按营扎寨,形成了细菌团, 也就是超声上显示的准生物,有酸色风险,这个细菌团子,可不只是在局部损伤半膜这么简单,由于其结构十分松散,随时都有可能脱落下来一个小渣渣,随着血流飘向远方,导致脑酸色,皮酸色,肾动脉,直体动脉酸色等病发症,症状隐匿。 但是这个敌人的进攻方式十分隐秘,往往在病人出现肝皮大,指导节节等较为特异的体征后,才想到心脏。 那么,对于广大群众们,应该知道哪些关键知识呢? 预防,不把膜病人尤其注意,心内膜炎一般发生在有病变基础的膜上,熟风心病,是间隔缺损,动脉挡管未必,但也可以鉴于无心脏结构异常的患者。 一般来说,拔牙,纹身,静脉吸毒等,有可能将细菌带入血流的行为,都有可能增加心内膜炎的罹患风险。 有心半膜病或心血管畸形,即燃造半膜的患者在进行牙科等手术或操作时,应提前告知医生病时,格外重视预防性使用抗生素,症状,发热,心跳加速等,急性细菌性性内膜炎通常突然起病,高热38.9度到40度C,心率增快,疲劳,心功能损害等。 亚急性细菌性细菌性性内膜炎可引起疾劳,低热37.2度到38.3度C,中等程度的心跳加速,起重减低,出汗及贫血。 另外,急性和亚急性细菌性性内膜炎的其他症状可包含战,关节疼痛,面侧苍白灰白,皮下疼痛节节,精神错乱,严重时需手术。 一般来说,如果不是十分危急的情况,除发生键锁断裂,严重心功能不全,首先需要大剂量肠疗程,2到8周抗感染,一般肠用青霉素或头包均素进行初始。 但是,如果出现了抗生锁无效,半膜反流严重,或有先天的房缺,是缺时,就需要心脏外科手术,以修复或据损伤半膜,清除感染附着物或引流浓肿,树高明阳。 觉得不错,请分享和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ví张 喂 喂 好